安播NBA篮球快信 2021年2月19日 76人载牛在职 星期六早上,NBA常规赛继续展开争夺,届时76人将座阵主场迎战公牛。 虽然公牛近期表现有所回暖,还有个两年胜,但不仅过去6次对战76人,输足5次,目前仲处于4连败当中,公牛今次难有作为。 另外,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 76人近期战绩有所下跌,先后输波比托方者,太阳,同着士,还一度遭遇三连败的打击,表现十分狼狈。 上次面对火箭,在祖尔艾比迪的大领下,最终全队三人得分超过20,的76人以118比113,击败对手,重返胜轨的同时,亦一数之前连败的阴霾。 虽然近期表现有点飘忽,但由今季的状态表现来看,76人的发挥仍是相当出色, 陆德19胜10负,的他们正领先东岸,大帝祖尔艾比迪,在MVP榜亦占据一席。 祖尔艾比迪的表现不用多说,一直是76人最为倚重的球员, 当然,道比亚斯夏里士,和师傅居里的发挥,亦不可亦忽视, 两人的三分球命中率,都在40%以上,用稳定的命中率,为球队保驾护航。 再加上今季主场作战,76人赛季到现在,14个主场赢足12场, 就算面对的是,正处于连胜之中的公牛,76人也有足够的底气赢球。 现在的公牛在一支年轻的队伍,早已不可以与当初巅峰时期相提并论, 获得一张季后赛门票,就是他们今个赛季主要目标。 以查克拉维利为首的年轻人,有不错的运动天赋,年轻的公牛冲击力十足。 过去两仗更是先后,将流马,同活塞斩于马下, 过去四场比赛,亦仅仅输给过实力强劲的快艇。 不过公牛弱点亦十分明显,就是比赛中出现的防守漏洞, 面对实力偏弱的球队,这一个缺点或者非致命缺点, 但面对东岸榜首的76人时,这个弱点就足以致命。 还有,公牛过去六次,同76人交锋,输足五次, 而之前四次对女更是全部落败,公牛今次出征,实在难有作为。 在阵容方面,前锋奥陶波达,同马简伦因伤不可以出场, 前锋赞达,那黑哲晨因个人缘因不打这场球。 你听着的在安防NBA蓝球快讯,记住subscribe我们和赞我们的专页。 刘逆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